五一桌如果是吃藏跟彭香 也有白零準的比賽 不過如果是台灣而已 中國跟歐洲也都有政策的對決 其中德國跟香港也辦比賽 有選手就認為這是一項需要團隊合作的比賽 而且過程是真不簡單 規模最大 而是國會最傳統接近的重要項目 最面有36個領舊隊 差不多800位選手進入最美的決賽 比賽項目有100公斤 200公斤 500公斤在土建設 和1000公斤來回賽 很多男主廚和女主廚的 這項正經公開的領域 各地分析都會有賽 三黨黨贏七至五百二零七 有我國學生參加 今天是我第一次接觸到了船龍舟 然後我覺得划船很重要 節奏要看那個橋橋 要是端午節的特色 所以很有意思 在歐盟的歐盟國際領舊賽 初步開始連續三天 分別進行各種各級別的比賽 香港、泰國、新加坡、印尼 上各國的國家都來參加 五個最除了百領旬比賽 也有吃肉餐 由報電視和最上表現 澳洲有百領旬比賽 算是說沒看那麼簡單 我們必須給同種力 同時要加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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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們再增加一點 中國的獨一四步 自198千年開始 第一次辦百領旬比賽 2000年開始每年大家 都在內港辦現代百領旬比賽 今年有140隊 要和3000位選手參加 如果在匈牙利要百領旬比賽 中國五路線都有作隊來參加 恭喜新闻 吴宁平映